你可别管我叫爸 我和你妈可生长不出 你这款的流氓兔 干啥呢 找胡萝卜呢 找啥胡萝卜 我等会有个朋友要来 什么朋友啊 沙发客 沙发客 嗯 沙发客 就是等会儿要来咱家睡沙发的客人 谁要来咱家睡沙发呀 反正是谁呗 男女女的啊 摊上帅上 你在哪认识的啊 网上 你在网上认识的人就敢往家里领啊 你要造反是不是 这么大个事你跟谁说了 我跟我妈说了 你住嘴 跟我妈说了 跟我妈说 你妈是大天呐 从今以后这样的事必须都摸我 然后我再跟你妈汇报 你不嫌累啊 啊 我就知道告诉你得摸去 摸的摸的 成天的就知道 ry if they come 哪有的嘛 三十万 樊 blockchain 钱文 哎 说乔里来来来来来来 heal hey how 这рем 我说啥啊糟 哎呀 睡觉呢 我说你 我就出事了 我问你点事 咋了吧 什么叫 沙发客 哦 这个我知道啊 你那个 传奇里边不是有一个 吐城吗 土城里边有个沙巴克 卖蓝瓶卖血瓶啥的 怎么的了 你能不能说点 我这个年纪能听懂的话 哦 你不懂啊 我也不玩那个王者荣耀 你还知道王者荣耀呢 什么现在我那个手机不好使 太卡 现在我一死队友中骂我送人头 行了 回头啊我做生意再赚点钱 我给你换个手机 行 哎呀你别走 你这个事还没说呢 你告诉我什么叫沙发客 我还真不知道 我给你查查百度吧 对对对 沙发客 对 哦 百度上有 这百度上说了 沙发客顾名思义 就是睡在沙发上的客人 其实现在对沙发客有一种偏见 就是认为人家是来蹭吃蹭喝的 其实不然 这是一种生活态度 明白了吧 忠心思想我明白了 蹭吃蹭喝 就是爸 你咋的 你要到谁家里去睡沙发去 我上谁家睡沙发 是有人垫地上咱们家这个沙发了 谁呀 小米粒招来的 爸呀 这个事我得严肃地跟你谈谈了 这个小米粒越长越不像话了 是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先跟我说呢 然后我再告诉你啊 然后你再告诉我妈呀 那先咱俩累 什么情况这是 不是你说这 现在这人 你要不你就在家好好待着 你要旅游你就好好旅游 你跑别人家住什么沙发呀 你人家知道你是谁呀 放心嘛 你人家认识你 你好人坏人吗 你这是 爸呀 我估计这是一个新鲜事物 不过也没什么可担心的 你说咱们家有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呢 怕啥呀 哎呀再说 人家就是来睡咱们家这个沙发 就咱家这破沙发睡去呗 你起来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呢你 你把你蓝眼睛睁开来 你使劲睁睁大点 你看看咱们家这个客厅 你怀视一下 还破沙发 沙发 是咱们整个客厅里的地标型建筑 在家里的位置 仅次于床 沙发一失守 整个客厅就沦陷了 他自必要切断我们家 卧房与卧房 卧房与厨房 厨房与卫生间 卫生间与阳台 哎爸爸爸你回来吧 干啥呀 把他让他们给闹 呜呜了 你就 你就不全乱了吗 你说这个沙发客在这里 把东西弄乱了 谁打 把东西弄丢了 谁赔 这个沙发客要是在这里他病了 谁负责 沙发吗 不还得我负责吗 哎呦爸 经过你这么一说呀 高屋建岭啊 你这啥时候学的 我六岁年就上房淘家巧 房哪上学的 不是你是 我这越想越害怕 你想一想 早上起来咱们一睁眼 客厅里突然出现一个陌生人 哦你不知道他从哪里了啊 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啊 你不知道他是南来的北往的中国的外国啊 那是不同颜色的皮肤说话完全听不懂伺候不好害爱骂来了你的还好吧 男的还得传闲话干不尴尬干不尴尬 干不尴尬 小米人将来怎么嫁 怎么家 要要要要切个闹 别闹了 不是爸呀 我这个意思是说你说的有道理啊 那怎么能消除这种担心呢 你听我的吗 啊 一句话就解决问题 你说把沙发烧了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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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得冷静啊 烧沙发不要紧 再把房子了了 这房子 这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给我留一点炫耀的资本行不行 那咱不得解决问题吗 我明白了 咱这么办吧 这沙发客到咱们家睡沙发 不就是想旅游省点钱吗 这样 咱把咱家的每一样东西都飙升价 哎咱让他知难而退 你这主意太损了 我好喜欢哦 哈哈哈哈 你这咱可能不能真正的 我还能收他钱吗 不能咱俩去策划策划 走走走走 他是一会就来吗 对来来来 喂啊 你到了是吗 好嘞好嘞 我这就出来给你开门啊 老公 身份证 我没有什么身份证啊 好像你没检查过我身份证似的 这是咱们沙发客之间必要的程序 我明白生活态度 装备上 哎呦好不好 欢迎光临 这是我爸这是我 干啥啊 啊干啥啊 啊 杰成为您服务 哈哈哈 小米我说你家厉害 家里囤俩服务员放的啊 哈哈哈哈 不是 那个这是我爸 这是我二姐吗 啊 干啥呀 扶我扶我扶我 哎 扶我 先生 欢迎您的光临 哎 哈哈 哈哈哈 换拖鞋 谢谢我谢谢我 哎 嗯 这什么东西 啊新拖鞋 所以有价钱 在团 在团 我爸 拖鞋五块 五块十五 带走二十啊 哎 yes 爸 小米 你等会儿 是这样 你看我这一天呢 走南闯北的 这些东西身上都有 都带着呢 啊 那个这位先生 您是一个走南闯北的人 对 想必你也是一个懂规矩的人 比方说 你去饭店吃饭 能吃你自己家炒的菜 你带着自己家酿的酒吗 哈哈 哈哈 比方说 你到酒吧去喝酒 能带着自己家酿的酒吗 也不能 哈哈 比方说 你到公安局去蹲居留 能带你自己家坐的手铐子吗 那更不能 谁家产那东西啊 叔 这事我明白了 那我先把这钱拿 先给紧 哎哎哎哎别别 别别别别别 小米热说的对 走的时候再结账 啊也行 因为你走的时候还不一定消费多少呢 哈哈 穿鞋店 走 来老公 请进请进 来来来来 没事 坐 你坐着 我给你啊 泡茶喝 对 小米烈为你泡的这一杯茶 叫做西湖龙井 西湖龙井 产自于浙江的杭州 其实就那么几棵树 所以特别的名贵 那这一杯得多少钱呢 不论杯 论炮 每杯相当于闪炮 对了明白了吧 三炮 闪炮明白了 不是那这一炮不得二十块钱啊 分谁为你服务 我泡的二十 我女婿泡的四十 我女儿亲手泡的一千零四十 爸 我什么时候给别人泡茶要五钱呢 你哪会给我泡茶一千块钱挡住了 漂亮 我该不要泡茶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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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想伤到洗手间 我我不用 是不是 不是你要肥上伤就伤一趟呗 那边 只若五块 行 我说你俩想干啥 热情服务啊 这好好的一个家都快让你俩整成龙门客栈了 你把顾客都请来了还不让我们服务啊 是 那你服务就服务吧 你要什么钱呢 脱鞋也要钱 脱水也要钱 你们怎么把洗手间厕纸都标上价呢 标了 五毛一筹 小伙子 这是我们家最便宜的 尽情享用 不是 姐夫是这样 我一想这五毛一筹五毛一筹 按照我平时这个量来算成了大概是十一筹半 我就现在我憋会儿我有点用不起 既然就不去了 那就休息吧 对休息吧 休息休息 来来来来 请休息 来休息休息 哎呦我这下滑出来 我可以 事情一定没有这么简单 这下滑出来 对 叔叔 我想这个沙发也一定不会让我免费的住吧 聪明 那是不是不同的姿势又有不同的价格呢 越来越聪明了 睡方 哎 给他打个药 葛优摊 四十 养壳子 六十 踏谱子 八十 扣斗子 一百六 哎呀 所以我是 是我睡着沙发了吗 这不明明沙发睡我吗 这是 爸 二姐 你怎么有话没话啊 小米莲 怎么跟爸说话呢 我告诉你等我二姐回来看他怎么说 你跟你二姐 我妈回来你好不在哪去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你们还记不记得 去年我去呼伦贝尔旅游 我就是一个沙发客的身份 在他家住的 人家全家上下都对我非常非常的好 回来的时候还给我带了好多土特产 我带回来那碗你吃了吧 老公呢 我带回来那蘑菇吃了吧 老公呢 拿回来那么多的奶制品 那都是老公呢 我说那碗油那么大 我跟你说我家的我家的 对老公家的 现在反过来人家到咱家来做客 你看看你们刚才整一处一处的 有咱们家这么对待朋友的吗 你行啊 你还来这儿了 你有理了是吧 张嘴老公闭嘴老公 什么朋友 都叫老公了 还是朋友吧 老公 怎么回事了 误会了 除我刚里明白你肯定是误会了啊 是这样 我呢我姓公 因为长得老 他们都都叫我老公 这我身份证你看看 这是练功吗 功啊 有姓公的吗 怎么没姓公的你还认识呢 谁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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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这个我是不是那么觉得你姓公 哎 有点胡子啊 啊 嫌老 对 我女儿就管你叫老公 对 为了你没姓爹呀 要不然我就管你叫老爹了 啊 哎呀 对不对姓爹 哎呀 这什么辈啊这是 哎呀对不起小伙子啊 哎呀那快请坐吧 请坐请坐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坐呀 来来来跟你开玩笑呢 是这么回事 你看我这个一位子嘛 我在这个文化馆工作了好几十年 我还说过好几年相声的 是吗 一个人没逗乐过 今天贵宾来了 我行呢 我逗你乐一回 你乐一回 叔你刚才差点没给我都哭了 哈哈 但是你问我乐没我很乐了 哈哈哈哈 哎呀老公啊 哎 老公啊 哎 老公啊 哎呀姐夫太别扭了 哈哈 小米莉你听见没有 这么称呼是不是别扭啊 别扭 我弟啊 哎 我爸 今天这种行为 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我会 你沙发客吧是一种新鲜事物 嗯 我们都不大懂 哈哈 突然家里来这么一个大老爷们 啊 好家伙来睡我们家沙发 我们能不担心吗 啊 小米莉是我们家的掌上明珠 嗯 现在是越长越漂亮了 我爸主要担心她出危险 哎二姐夫 叔哥 你刚才说啥 啊 爸就是担心你出危险 不对不对 就是上语 你越来越漂亮了 你说啥 你越来越漂亮 你越来越漂亮了 你越来越漂亮了 哎呀我这个小姨子 就爱听这个呀 你看我这个小姨子吧 她二姐不在家 我单独跟她在一块 我心里都扑腾扑腾的 因为我很正 我不往歪里想 姐夫点我呢 啊 我这个人也很正啊 姐夫我这么跟你说吧 最一开始啊 她到我们家的时候 也挺尴尬 是吗 我媳妇担心呢 后来也好了 人姐俩畜生闺蜜了 闺蜜通访了 我在我们家还沙发科 哎呀那我就行了 兄弟啊 今天来绝对不能睡沙发 你二姐不在家 走跟我睡床 来俩姐夫 我这人呢 睡觉毛病多 爱打把事爱翻身 翻身怕啥呀 翻身还不怕啥呀 啊 她这块头 啊 你那体质啊 她一翻身 上哪找你去 你叫不下人了 是不是你这什么 你爸妈没在家 我今天晚上 你跟我住 别别别别别 我这人睡觉还打呼噜呢 说啥呢 哎 给谁话听呢 不是 你打呼噜 有能让你跟我睡一宿试试 小样我打不死你 哈哈哈哈 行了 男人也不去 啊 我出钱五星级宾馆 兄弟 对对对姐夫是这样啊 啊 你看啊 我们是沙发客 沙发客沙发客 你就得睡沙发啊 如果给主人添麻烦呢 我们就失去意义了 这就叫沙发客的 生活太多 啊 这就是沙发客 对 那我就明白了 这毒 来 关灯 哎呦我的妈 这么多现金 小王啊 这个钱包是你捡的吗 是我捡的 哈哈 真是你捡的吗 真是我捡的呀 你再好好想一想 哈哈哈哈 我怎么好好想想 也是我捡的呀 小王啊 我替施主谢谢你 来来来来来 快请坐 小王啊 你这件事情做的太好了 啊 失禁不眉 做了件大好事 你放心 明天就把你这个事迹 放在咱们小区的宣传栏 而且要上头条 让你成为咱们小区的红人 哎呀 张哥啊 成不成为红人啥的呢 我觉着都不要紧 啊 我现在就想好好回家 成为一个活人呢 哥 哥 这事就只有你能帮我了 只有你能救我了 哥你必须得救我 没事没事 你说吧 哥指定救你 今天早上吧 啊 我媳妇给我一万块钱 让我去还房贷 嗯 我这走半道我就把这一万块钱 给别的女人花了 哥救不了你 这事哥救不了你 小华啊 你说你那胆子也太大了 你媳妇是干啥的 你不知道吗 不知道啊 卖墓地的吗 你说这事她要知道了 脾气一上来 再把你 充了业绩 你怎么说话就吓人呼啦 对对 你听我说干个不是这么回事啊 啊 我今天晚上不去还房贷吗 啊 然后我走到咱家那个胡同钱嘛 我就看着一个老太太66岁 就哗就摔那了 哦 我一看这四周也没人啊 我就给扶起来了 哦 然后我就给送医院去了 人家大夫说她老严重了 说她必须得住院 让交一万块钱的住院押金 我兜里不正好有一万块钱吗 嗯 我就给交了 交完之后 我兜里这一万块钱不就没了吗 我媳妇知道这一万块钱 要是没了的话 得整死我呀哥 哦 是为这个事啊 我怎么这样 小王 你复活了 而且你是满血满蓝的复活 浑身充满了正能量 没事 这事交给我了 我跟你说啊 其实你也不要那么紧张 你把这个事跟你爱人说清楚 不就完了呢 哎呀 哥呀 我要跟我媳妇说她能相信的 不就好了吗 她根本就不信了她 她为什么不相信呢 哎呀 就我吧 我平时在家里 我愿意跟我媳妇说两句那种善意的谎言 明白 明白 就是隔三叉五的有时候说个瞎话 我不是隔三叉五的 我不是隔三叉五的 我不是天天说 没事没事 我稍微有点晕 我怎么会 哎呀 我说小王啊 这就怪你了 你天天跟你媳妇说瞎话干啥呀 刚哥 我家的情况你多少也了解点吧 对吧 我媳妇贼啦啦厉害 然后其实对我特别抠 啊 我一天我跟她说点瞎话 逗着逗勇 我不就为了混点零花钱吗 哥 你让人不给你零花钱吗 给啊 给不就完了吗 给得少啊 少 你得知足 再少 比我少啊 一个月给三十 你赢了 三十 太少 回头我得跟她说说啊 得多给点 三十 太不像话了 哥 我跟你说这事你要不帮我 我今天我真就回不了家了 你得帮我吧 你这事有点麻烦 说啥嘛 你说我呀是个物业经理 是吧 我又不是妇女主任 这事我怎么帮你呢 这事 哥 我跟你说哥 咱小区的人都说 说人赵刚刚是这小区里最正直的人 最正派的人 最正经的人 最善良的人 同志们都是这么反应的吗 反应都传开了整个小区 这事我帮你 你看你是不是哥 我刚做了好事 我这是好人呢 这是 放心吧 组织上必须要保护好人 谢谢哥 这事交给我了 喂 谁呀 刚哥 我是小万呢 小万 我老公今天早上拿了一笔巨款出门了 到现在人都没回来呀 你快帮我查查咱们小区监控 你这要是再没有线索呀 我就只能报警了 小万呢 你别报警啊 你这样 你现在赶快来我屋檐一趟 好不好 行我马上就过去 我媳妇啊 你媳妇马上就来 我 我怎么扔呢我呀 没事你放心吧 有我呢 啊一会我来保护你 来了 来了 这样你先到里面躲着 啊一会我叫你你再出来 好吧 好来好来好来 撒开你别拽我 一奶一奶 慢点一奶 慢点啥呀 因为你都当我躲着事了都啊 你来这没用 怎么没有用 这不看见赵钢子了吗 有用 小医呀怎么了这是 来来来来别着急 坐着妈妈说 怎么了 人家钢子我跟你说 我是今天到处找你的 是这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大姑啊 我说吧我能说清楚 你说 你今天咋跟我起来吧 就是没梳头没洗脸 我就出去溜达了 溜达溜达呢 我就饿了 想买点吃的 玩事儿呢 我就碰到乙奶了 说重点 我乙奶就问我 你干啥去啊 我说没大事 我溜达溜达我饿了 你说重点 玩事儿我就问我乙奶 我说乙奶你干啥去啊 他说我也没梳子 你能不能说重点 他钱包丢了 哎这才是重点 明白了 你那钱包里边都是啥呀 哎有两张银行卡 有一张公交卡 还有两个千块钱现金呢 大姑姑你看啊 作为一个有爱心的少年 我说你来物业找你没用 我带你去小区的垃圾堆翻个遍 如果连那儿都没有的话 找的啊 那就真丢了 我现在也不是假丢啊 我跟你玩着呢 哎哎王小江 我问你个事儿 这钱包丢了 跑垃圾桶找啥呀 啊没有就在这里啊 你想的大姑姑啊 你要是遇上一个有良心的贼 嗯他会把钱包打开 把钱在兜里边 把钱包扔垃圾桶里边 卡 玩给你 哦 那要是没良心的贼呢 那就妥了 他会想方设法给你发个短信 请把你的银行卡密码告诉我好吗 谢谢 哎呀 有没有这种可能呢 比如说这个人捡了钱包了 他在积极的寻找尸子 如果找不着的话 他有可能送到我物业来 让我帮着寻找 那他得多二人 王小江你这么想可不对啊 现在 实惊不昧的人很多 大姑姑 要真有事儿的话 以后我就不管你这大姑姑了 那你管我叫啥呀 我管你叫爷 不是你管我叫爷 那我见着你爷 我王叔我怎么称呼啊 还咋称呼 以后你看着我爷 你去管他叫老弟 这孩子 行 好好好 王小江你可真行 哎呀 小姨啊 哎 来来来来来 小姨我问你个事儿 你说 您丢那个钱包是啥颜色的呀 红色的 红色的 对 你看这是你的钱包 对这就是我的 等会等会小姨 还得履行一下程序啊 这就是我的啊 里面有啥呀 有两张银行卡 有一张公交卡 还有两千块钱现金 这银行卡是啥银行卡 一个是农业银行的 一个是工商银行的 答对了 你看看 哎呦天 这钱都在这儿呢 一样都不少啊 你看我就说吧 你上垃圾堆翻美用 你得上物业来找嘞 这啥话都要你一样说了 大姑姑 谢谢啊 哎你等会等会 哎你来你来 啊 小姨啊 哎我觉得你叫我大姑姑就不合适了 就是 那叫啥呀 那街坊邻居你们说叫啥呀 爹 对 以后你见到我 你不叫我张艺 对 什么 咱们好的 你爷不是他老弟吗 哈哈哈哈 别闹 你哪个大姑姑 在这里千万别跟我爷说 他要知道这 哈哈哈